重揭今生善果,为现实造福,为来生结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语 我是厚普,喜欢,请您关注我们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4月28、29、30日,报复之门已敞开 这三天里,上榜的生肖即将裁员滚滚 备好麻袋,准备装下满满的元宝 财运如红,旺盛至极 随着五月的脚步声渐进 生肖们的运势也如春风拂面,喜气洋洋 在万象更新的美好时节 五个生肖犹如夜空中的璀璨烟火 绚丽夺目,他们是运势中的佼佼者 生活美满如意,工作得心应手 更有机会赢取千万大奖 一夜暴富,财富如泉涌 这或许是你期待已久的美好时刻 或许是你翻转人生的黄金机遇 这五个生肖的幸运儿们 在四月末的最后时刻 即将踏上人生的巅峰 宏伟梦想尽在咫尺 勇敢之心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 他们的世界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同天翻地覆 这一次的机遇千载难逢 错过将不再有 现在正是搏击命运 乘风破浪的黄金时刻 快来揭晓这五个生肖的幸运儿 究竟是谁吧 生肖猪 属猪的朋友们 在四月末的尾声 将迎来极星璀璨 好运连连的美好时光 届时 财富的大门将为你敞开 机遇将如潮水般涌来 你天生聪颖过人 充满自信与决断力 领导才华与组织能力 出类拔萃 随着春风拂面 四月末的到来 你将在职场中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各种机遇和资源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为你的事业腾飞 注入强大的动力 在财富的征途上 你将得到天时 地利 人和的加持 贵人相助 将使你的财富和机遇倍增 无论是投资理财 还是抽奖彩票 都有望收获意外之喜 自四月末开始 正财 偏财 将源源不断地涌入你的生活 为你构筑起一片 繁荣富庶的天地 总而言之 随着四月末的轮回更迭 属诸的朋友们 将步入一个充满好运 财富与幸福的新篇章 你们的梦想和目标 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及 正是实现宏图大志 展现才华的绝佳时机 生孝虎 生孝虎的朋友们 四月末的财富大爆发期 即将来临 作为以聪慧与机敏著称的生肖 你们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 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 你们的勤劳与奋斗 一直是追求梦想的不洁动力 因此财神爷对你们青睐有加 决定在四月末为你们送上特别的价值 随着贵人的相助 你们将在事业上迎来志的飞跃 无论是升职还是加薪 都将轻松实现 同时 你们在投资方面的敏锐洞察力 将使财富累积的速度大幅提升 成为众人羡慕的焦点 在这春意盎然的四月末 生肖虎的朋友们将展现出 非凡的智慧和能力 财运亨通 事业蒸蒸日上 一个崭新且光明的未来 正微笑着向你们招手 等待你们勇敢前行 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生肖兔 属兔之人 他们以其充满生机的精力 和坚定的自我意识而著称 内心涌动着无法阻挡的进取之火 随着春日四月末的轻盈脚步 悄然而至 属兔的朋友们将迎来一个绝佳的时机 充分展示他们独特的特质 和卓越的才华 在职场上 他们凭借辛勤的努力和出色的才干 有望获得上级的高度赞赏和认可 随之而来的机遇和资源 将如春风话语般 滋润他们的事业 使其蓬勃发展 蒸蒸日上 在感情的世界里 属兔之人同样意义生辉 他们可能会邂逅一位令人心动的伴侣 共同开启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旅程 让爱情的芬芳 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而在财富的领域 属兔之人也将展现出非凡的才能 无论是通过精明的投资理财 还是通过抽奖 彩票等方式 他们都有望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为生活增添更多惊喜和满足 同时 工作中的额外奖金和福利 也将如期而至 让他们的钱包更加古诈 生活更加美满 总而言之 四月末对于属兔之人而言 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和机遇的月份 无论是事业 感情 还是财运 都预示着美好和丰收的到来 此刻 正是他们大放异彩 展翅飞翔的最佳时刻 让我们共同期待 他们在未来的精彩表现吧 生肖龙 属龙的朋友们 当四月末的和风拂面而来 他预示着好运与财富的汇聚 正等待着你们 你们以聪明才智 果敢自信 在群龙中独领风骚 领导才能与组织能力 尽显非凡 令人瞩目 随着春暖花开的四月末 悄然而至 属龙的你们将在职业生涯中 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机遇与资源 如潮水般涌向你们 事业发展势如破竹 无可阻挡 在财运旺盛的当下 更有望得到天降贵人的 加持与支持 财富与机遇并肩而来 让你们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无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 投资理财策略 还是凭借运气 参与抽奖 彩票等活动 属龙的你们都有可能 获得额外的收益 甚至一笔意外之财 让你们的钱包更加股炸 简而言之 从四月末起 属龙的朋友们将踏上一段 充满好运 财富和幸运的旅程 这将为你们实现 个人梦想和目标 奠定坚实的基石 让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更加自信 从容地前行 生肖猴 属猴的朋友们 以其聪慧机敏 灵活多变 和乐观向上的特质 散发出一种 无与伦比的魅力 与幸运气息 随着四月末 春风的轻轻吹拂 他们也将迎来 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时刻 属猴之人 在职场和学术追求中 都将展现出 卓越的能力 步步高升 成绩斐然 他们的智慧与激情 将助他们化解难题 把握机遇 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财富的领域里 属猴的朋友们 也将受到好运和财富之神的 特别眷顾 他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 收获额外的奖金与福利 为生活增添一份惊喜 而在参与彩票或博彩等活动时 他们更有可能收获一笔意外之财 让财富的天平向他们倾斜 总而言之 从四月末开始 属猴的人将迎来一个充满好运 财富和幸运的时期 他们将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充满快乐与满足 展现出属猴人的独特魅力与风采 生香马 属马之人即将在本月 迎来吉祥与财富的降临 他们天生聪明伶俐 自信满满 领导力和组织能力 卓越非凡 在四月末的春风拂面之际 他们将迎来事业的春天 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 机会和资源将如春雨般 滋润他们的职场之路 助他们事业腾飞 在财运方面 属马的朋友们将有幸得到贵人的指引 与支持 财富和机遇 纷纷向他们招手 无论是通过精明的投资理财 还是参与抽奖 彩票等活动 他们都可能收获意外之财 让财富不断积累 总体来说 这六个生肖 在四月末开始 将会迎来喜事频频 好运连连的美好时光 希望以上内容 能够为他们带来好运 同时也为大家带来快乐与喜悦 接下来 我们继续分享 这六个生肖 与菩萨转世的神秘缘分 他们财运旺盛 福报深厚 家中若有其一 便能望三代 快看看 你家是否有这样的幸运儿吧 这世上最难求的便是佛缘 与佛有缘的人 往往心怀慈悲 善机应得 广结善缘 而这六个生肖 今生便是菩萨转世 注定与佛有缘 家中若有这样的生肖 必将带来无尽的福报和好运 能够望三代 快来看看 你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吧 生肖马 属马之人 内心宛如田野中 心情耕耘的老黄牛 纯净无瑕 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 性格中透露出朴实无华的品质 始终坚守着道德和良知的底线 在宇宙的轮回中 他们是从虚空中转世而来的高尚存在 宛如行走在人间的菩萨 散发着慈悲与智慧的光芒 曾有一位网友分享过他的故事 他的妻子便是属马之人 他性格温婉 诚实善良 不仅在事业上拼搏进取 更能将爱情经营的温馨如初 这位网友的人生信条便是人 而他的妻子更是以耐心和包容 赢得了他的深深敬意 他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平和而深入 因此生活中鲜少发生争执 有一次 他们共同前往寺庙上乡 主持见他们有缘 便赠予了许多经书 鼓励他们学习佛法 当妻子因是先行离开时 主持更是神秘地告诉网友 他的妻子与佛有缘 修行之路将会一帆风顺 自那以后 夫妻二人便在闲暇之余 共同学习佛法 他们一家更是乐于助人 如今已共同经营起一家公司 事业蒸蒸日上 生活美满幸福 生孝侯 属侯之人 内心深处涌动着善意与温暖 思维敏捷且考虑周到 他们对于友情的忠诚与信任 如同磐石般坚定不移 即便前路充满未知的风险 或是面临朋友误解与欺骗的可能 属侯之人 依然会以一颗全心全意的真心 去珍视并回应这份深厚的友谊 这份天真无邪的善良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稍显稚嫩 但实则蕴含着大智若鱼的高尚品质 然而正因这份纯真与善良 他们有时也难免成为他人利用的对象 无意中受到伤害 在轮回的舞台上 属侯之人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他们在人间的表现 或许会被误解为稍显迟钝 但实则是因为他们 承载着无量行愿与实践的精神 在追求崇高的理想道路上不断前行 普贤菩萨作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与文殊菩萨并肩而立 是诸菩萨中的楷模 而属侯之人 作为普贤菩萨在人间的化身 自然也携带着这份大悲与智慧 展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与力量 为人间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光明 生肖菊 属菊之人天生心怀慈悲 骨子里透着热心助人的本性 当他们在人生旅途中遇到困顿之友 从不退缩 始终坚信助人为己任 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德 在十二生肖的宏大轮回之中 生肖姬受到大势至菩萨的庇佑 命中注定肩负着护卫众生 抵御恶势力侵扰的重任 大势至菩萨 以卓越无比的智慧之光 普照万物 引领世间众生避开苦难与战乱 走向解脱与自在 这位菩萨的光芒与力量 是众生向往的庇护所 其智慧被誉为众生之光 是护佑众生安危的至高力量 让人心生敬仰 生肖狗 属狗之人 以敏锐洞察力和卓越能力闻名于世 他们行事始终遵循 内心深植的原则与规矩 毫不妥协 特别是在职业道路上 他们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即便面对目标的艰难与不确定性 依然勇往直前 持之以恒 在这无尽的轮回之中 属狗之人被视作不动尊菩萨的化身 他们的存在宛如一盏明灯 照亮众生修行的道路 引导我们种下善念 滋养菩提之心 不动尊菩萨 一称不动明王 以其坚定不移的慈悲与立场 在佛教密宗中占据重要地位 被誉为八大明王之首 他们的坚韧不拔 与深沉慈悲 如同磐石般稳固 无论面临何种逆境 都能消除障碍 保持心灵的稳定与清静 这份力量和智慧 使得不动尊菩萨 成为众生心中坚实的避风港 无论风浪多大 都能宁静自若 坚守自己的道向 鼠狗之人 正是这份力量的传承者 他们以自身的行动 诠释着不动尊菩萨的慈悲与智慧 为众生带来无尽的希望与力量 生孝鼠 鼠鼠之人 以忠诚无比与善良之心而著称 他们对待友情 可赴汤蹈火 对待家人与朋友 更是深情厚义 彰显出超凡脱俗的品德 这份独特的性格 预示着他们 乃是阿弥陀佛在尘世的化身 肩负着引领众生 迈向极乐世界 享受无尽安乐的神圣使命 阿弥陀佛 被誉为无量光佛 往昔立下宏愿 创造了西方极乐世界 以悲心度化无数众生 累积了无边的功德 鼠鼠之人若能效仿阿弥陀佛 以助人为乐 则他们自身也将积累无尽的福报 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成为人间行善的化身 他们将以自身的善行 为自己和他人 开启一片光明与和平的净土 让众生共同沐浴在佛光的普照之下 生肖猪 属猪之人 纯真无邪 开朗温和 他们独特的性格 使得他们成为 人际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 他们行事始终坚守内心的原则 从不为个人利益而牺牲他人 这份坚守与善良 不仅赢得了众人的尊重 更为他们积累了深厚的福报 得到了菩萨的悉心守护 这正是古语所云天宫腾汉人的深意所在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陪伴 别忘了点下赞 加个订阅哦 您的支持 是我不断前行的最大动力 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视频中再次相见 共同探索更多精彩内容